第十一題,海蘭到泡沫紅茶店點了一杯無糖的桂花烏龍茶,店員將200公克的熱茶加入500公克零度C的冰塊中,最後海蘭帶著一杯含有許多冰塊的飲料離去,若甲代表200公克的熱茶,以代表500公克零度C的冰塊, 則從熱茶加入冰塊中到海蘭拿到飲料時,甲乙的溫度變化與時間的關係圖最可能是下列合者,我們知道兩物相接觸最後必達熱平衡,所以他們的圖示最後的溫度要一樣,因此選項A跟選項B都是錯的,他們並沒有達到熱平衡,而且選項B最後我們的冰塊溫度還高於我們的熱茶溫度,那當然是不會是對的, 但是C跟豬誰是對呢?那我們原來有500公克零度C的冰塊,然後呢,我們的海蘭帶的飲料裡面還有很多的冰塊,表示我們的冰塊沒有全容,因此它就維持在我們的零度C的狀態中,所以我們的乙的溫度是沒有改變,保持在零度C的情況,所以我們看到只有選項豬是對的,選項C也是錯的,所以第11題問我們說, 假以溫度的變化與時間關係圖最有可能是下列合者,我們答案選的是豬